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16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望违独报 我是Cherry 2月16日 纽约一名法官针对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提出的民事欺诈案 判决前总统川普及其商业集团支付3.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以及禁止川普在3年内担任任何纽约公司或该州法律实体的高官或董事 预计川普将对此判决提出上诉 文奇指出16日的裁决可能对川普的商业帝国造成重击 川普可能要变卖某些资产以便支应可观的赔偿金 正在寻求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川普 同时还必须面对大量的刑事和民事诉讼 纽约法官阿瑟·恩格伦16日对川普欺诈案宣布上诉量刑结果 川普还被禁止3年内在纽约金融服务部门特许或注册的任何机构申请贷款 预计川普将对此判决提出上诉 上诉程序可能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可能会在短期内推迟对川普的处罚和制裁的执行 纽约总检察长民主党人詹乐霞在22年起诉川普 称他在关键财务表上虚假改动净资产额 以获取税收和保险福利 这些文件详细说明了川普集团各种资产的价值 并发送给银行和保险公司 以获得贷款和交易 詹乐霞要求对川普进行3.7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同时也要求恩格伦禁止川普终生参与纽约的房地产业务 检方称 这些交易是川普欺诈行为的证据 而川普则坚称不存在欺诈 收到这些文件的银行进行了银行自己的禁止调查 法官恩格伦在裁决中写道 本法院现在认定被告负有责任 将继续任命一名独立监察员 以及下令任命一名独立合规总监 并限制被告在纽约开展业务几年 川普的两个成年儿子艾里克和小唐纳德 被禁止两年内不得向纽约特许或注册的任何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恩格伦还任命前法官巴巴拉·琼斯 继续监督川普集团至少三年 此前经过40名证人三个月的听证后 欺诈案审判于1月结束 在审判开始前 恩格伦已经认定川普、川普集团和几位高官 包括他成年的儿子 应对欺诈行为负责 恩格伦早先认定 川普从2014年至2021年期间的财务报表高估了他的资产 还下令取消川普集团的纽约牌照 并任命一名独立接管人来管理川普集团的解散 一些专家称这一裁决是对川普商业帝国宣判死刑 但这一命令在审判期间被搁置 这是民事诉讼 审判在没有陪审团参与的情况下 由法官裁决 因此审判重点是其余六项未决诉讼以及确定罚款金额 华尔街日报认为除非川普解决这些索赔问题 否则接下来将由上诉法院决定处罚和制裁是否应有效 上诉之争可能会集中于纽约州是否根据旨在打击损害市场的消费者诈骗 和企业不法行为的周期诈法规 确定了川普的责任 川普的净资产估计约为30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来自纽约的房地产、酒店、高尔夫度假村、俱乐部和许可交易 康奈尔大学美国政治教授本塞尔表示 被迫变卖纽约资产对川普来说将是巨大损失 但对川普的整体财务状况不至于造成严重伤害 官司缠身的川普如今面临累计坐牢717.5年的有期徒刑 民调表现却依然还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英国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研究员康诺克认为 川普拥有韧性十足的品牌 面对排山倒海的司法诉讼依然存活 绝大多数其他品牌都没能办到 此外川普的首次行事审判定在3月25日 为了张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继股市之后 中国房地产业的危机也迅速蔓延 经济中心上海1月份新建商品房的成交量和成交金额双双下滑 同比跌幅超过五成 上海链家研究院近日发布的监测报告显示 今年1月份上海全市共成交新建商品房3786套 环比下降44% 同比下降55% 成交金额290亿元 环比下降47% 同比下降58% 上海楼市的衰退速度超乎了外界的想象 旅美时事评论人士任松林举例自己在上海买房的经验 2003年一间房一平米3000元 2006年涨到9000元 在它卖出彻底离开中国之后 到2019年 同行屋已经挂牌1400万元 整个上海的房价从03年到2019年涨了30倍 要知道中国的房子只有70年的使用权 以第一批在上海开发的房产为例 卖出的地约为1998、99年 现在已经至少20多年 仅剩下40多年左右的使用期 可没料到房价崩跌的时间比它预期还早 原本以为中国的房子大概到使用权还剩35年的时候要出大问题 但是没想到它垮得这么快 关键还是中国的经济不好 老百姓哪有钱去投资、交易 说垮就垮 2023年在官方推出认房不认贷等系列宽松政策后 上海市二手房市场一度出现成交量攀升 但进入10月份以后热度迅速消退 房价与成交量双双大跌 1000万左右的房子降价数百万求售的比比皆是 《南华早报》日前的文章写道 上海的房东现在太难了 上海一家大型国有商业地产开发商的高管表示 几乎所有租户都在与房东协商续租协议时 都要求降低租金 一些企业主甚至威胁说 如果不能通过谈判降低租金 他们将关闭商店 重量联行表示 不断上升的空置率给房东带来了压力 要求他们降低租金 以留住现有租户或吸引新客户 有些房东会提供高达50%的折扣 上海浦东新区唐桥一家餐馆的老板说 我已要求房东减租20% 以帮助我度过经济放缓的难关 如果租金成本保持不变 我就不得不关闭过的面店 与此同时 在上海甲级写字楼市场 由于供过于求 平均租金大幅下降 截至二三年底 平均租金同比下降 6.3%至每平米每天7元 眼下新建的购物中心 正争先恐后地 通过提供租金折扣来吸引客户 龙年春节 大年初五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现身新西兰 一行人在一家中餐厅吃饭 马云依旧保持着低调拒绝合影 马云上次被网民偶遇 是在法国 网友调侃 只要能待在境外 看来马云不喜欢 也不打算回中国 近日 在新西兰的一家餐厅的老板 发了一篇帖子表示 马云一家去他家用餐了 店家一开始还发了 当时店内的监控画面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戴白帽穿灰色外套的马云 正在柜台前 画面中还有另外几名男士 和一个戴着遮阳面罩和帽子的女子 当天是大年初五 餐厅中很多人都认出了马云 马云保持低调 为了不引起骚动 还拒绝合影 根据餐厅老板的描述 他们是逃拨一家中餐馆 当天马云一行 去他们的餐厅吃饭 大约有八九个人 有保镖 助理 还有马云的妻子 分了两桌落座 餐厅老板还晒出了 马云一行人的菜单 有番茄 蛋汤 麻婆豆腐 糖醋 里姬 蚝油 牛肉 鱼香肉丝等等 随后还加了红烧肉 牛肉面等等 马云吃完后 让人将剩下的菜打包了 并大赞 口味不错 中国新年期间 很多明星去了新西兰 和澳大利亚过年 马云一家也选择到 暖和的新西兰过年 自从阿里巴巴遭中共打压后 马云每次露面 都会引起网络关注 上次有网民偶遇 马云是在法国巴黎 当时他正在一条奢侈品大街上 今年马云经常在海外现身 去年二月 马云出现在澳大利亚 并看望了43年前相识的老朋友一家 在近日与阿联酋迪拜举行的 2024年世界政府峰会上 英伟达创始人兼CEO黄仁勋 在被问及 如果站在科技的前沿 人们到底应该学习什么事表示 人人都必须学会计算机的时代过去了 人类生物学才是未来 黄仁勋表示 在过去的10年15年中 几乎在座的每个人都会告诉你 学习计算机对于孩子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编程 但实际上我们的工作是创造计算技术 使得任何人都不再需要编程 使得编程变成人性的 现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程序员 技术鸿沟已经完全弥合 黄仁勋坦言 如果我的人生能重来的话 我会认识到人类生物学 才是科学里最复杂的领域之一 每一年我们的科学计算机科学 我们的软件都在一年一年变得更好 每年我们的芯片也在变得更好 每年我们的基础设施也在变得更好 但是生命科学的进展却是零星的 因此人类生物学才是未来 在2023年 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黄仁勋的身价飙升至440亿美元 这一数字与年初相比增长了302亿美元 使其成为今年收入最高的企业家之一 不仅如此 黄仁勋还被英国媒体经济学人 评为年度最佳CEO 而且黄仁勋太受员工喜爱了 员工对其的支持率达到了98% 2月14日 挥达的市值超越谷歌母公司Alphabet 跃升美国市值第三大公司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违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